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团队的所有工作人员呢 现在都在为这件事而忙碌 我本人呢 为了能在今年捧出一份不错的万圣大餐 也必须要进入失控状态了 所以呢 就有一个精力平衡的问题 那之前呢 也考虑过 要不要先把鬼谈暂停几次 但是 有点舍不得 那这样 从这集开始呢 每集的鬼谈 我们会缩短一些时间 张震呢 争取每周来跟您见个面 给您讲一两段故事 等到将来 随着失控的播出 步入正轨 张震可以平衡这个精力的时候 我们再争取延长鬼谈的时间 那承蒙您的理解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在上一集的鬼谈里呢 电气工程师大俊为我们讲述了当年 他在陕西的一个矿区所经历的一件事 其实在那之后不久呢 大俊还有一次匪夷所思的经历 那现在让我们再把时间调回到十年前 去看看在2010年的年底 大俊又经历了什么 从陕西的那个煤矿回到南京之后呢 大俊虽然没再做过那个可怕的关于孤坟的噩梦 但是这个心里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 本来呢是想着啊 回来了好好歇歇 正常的上班调整一下状态 但是没过两周又来活了 是黑龙江的一个煤矿 有一项目厂里得派人过去 因为大俊所在的这个部门呢 售后技术服务部就是干这个的 东西卖给人家了 后期的技术支持必须得跟上 所以呢只要是哪有问题 人就得立刻到位 大俊呢满心的不愿意去 但是赶上年底活多 这南南北北的部门里的同事都派光了 就得是他了 那这个煤矿的具体位置是在黑龙江的什么地方呢 这个咱也不细说了 反正挺偏的 还是一个老煤矿 而且呢这次是一个改造项目 大俊得下井 啊到这个井下边 便店所里干活去 感到大俊到了煤矿 负责接待他的呢 是一个叫龙哥的老师傅 很热情 晚上呢 招呼几个兄弟请大俊吃饭 喝点酒呢 画匣子打开聊天 聊着聊着 就很自然的聊到了这些年来啊 矿里出的一些个事故 这个您看人就是这样啊 谁都怕死 但是死亡 往往是最热门的话题 那这边呢 几个人聊 大俊在一边听着 越听啊 心里边越发毛 就听出来 这个矿不太平 都曾经出过什么事呢 说有一位矿工 有一次呢 图方便 就坐着这个拉煤的皮带呀 升警 出来的时候 操作人员没注意 就直接把煤 卸到那位矿工的身上了 植物人 还有一次 踩霉面透水 淹死了三位工人 那你像这些事故呢 当然很不幸 但还算是前因后果都能说清楚的 最可怕的也是最邪性的 迷路 因为这个矿啊 是一个几十年的老矿了 所以呢 就有好多的 已经 废弃不用了的 支路 这些支路 四通八达的 在井底下 就跟迷宫一样 稍不注意 人就容易走丢 大俊呢 就听龙哥他们几个讲啊 说有一回 有一条废弃的支路 要拆这个电缆 下井的时候呢 一共是十个人干这活儿 最后上来的是八个 那两个人说什么都找不着了 说还有一回呢 上到管理公司 派了一个小组来 下井检查到处看 有一个人就没跟上 找不着了 当时啊 据说是矿上能下井的 全都下去了 啊 几个人一组 老师傅带队 就找这个人 找到最后呢 就相当于是啊 把这个井 里里外外 边边角角的 都翻了一边 也没找着人 矿里呢 后来就干脆的 用这个铁丝网 把那些废弃的支路 全都给拦上了 而且规定 说每一次工人下井啊 都必须得有一位 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带队 那对这位师傅的工灵啊 作业经历都有相当严格的要求 这样 后来就再也没出过走丢人的事 那大俊呢 到了这煤矿 第二天就得下井干活 带着他下去的这位老师傅 就是龙哥 龙哥呢 是积电队电工班的班长 三十年的下井经验 手底下有五个弟兄啊 这六个人就跟着大俊一块下井 所以呢 虽然说是头点晚上 这个那个的听说了不少 但是大俊 人多 心里还算是有点底 那也不行 本来 刚开始啊 坐着喉车往井下去的时候 大俊还不觉得什么 但是随着越下越深 当井下的这股扑面的 湿热涌上来 再针针的看见了那些 传说中的支路 就这个东西 撞眼睛啊 一个个路口 黑漆漆阴 嗖嗖的躲在铁丝往后头 就像是啊 一张张大嘴被缝上了一样 大俊看着这些 就觉得有点上头 赶紧从喉车上下来 往遍电锁走 走了几步 大俊 他紧张啊 要上厕所 中前面 龙哥 我想方便一下 龙哥 就地 我们前面等你 大俊往回走了两步 测误个身 挺扫荡的 左右看了看 刚咬尿 就觉得 这个 厚脖子上啊 好像是 被一条什么 湿毛巾之类的东西 突然的那么 站了一下一样 因为井底下热 所以呢 这脖子 冷不丁 搜的这么一凉 感觉非常明显 大俊 嗯 这什么呀 这 回头看 身后边没有人 就猛着站点琢磨 怎么了这是 啊 平白的来这么一下 想着呢 就颤颤巍巍的抬起手来 摸自己这衣领 再低头看 哎 不对劲 怎么呢 冬天 刚吓到井里 这个 身上的外套啊 跟刚才在外头的时候 是一样的 前面 拉锁到头 顶到下方上 后边整个的这个脖子 都是用领子包着的 那退一万步说 就算是有人要跟自己开玩笑 来一搏喽 他的手 也伸不进那领子里去 大俊 缓过神的赶紧尿 尿不出来了 机会去了 这边哆嗦着 慌里慌张提裤子 就有心呢 说一句 啊 好了 尿完了 怎么呢 就在提裤子的同时 大俊用余光 就感觉到 有人正朝着招手呢 那不用说 肯定是龙哥 啊 估计时间差不多了 事宜让自己过去 所以大俊呢 想说一声 好了完事了 可是刚要开口 就猛的反应过来 不对啊 大俊 七分愣劲 三分好奇的 怎么就是抬头 一看 我的天 哪儿不对啊 那个招手的人 自己不认识 这个甭说了 关键是 那个人的身子前边 是铁丝网 在大俊和那边 龙哥他们几个的背影之间 靠着大俊这边呢 有一个支路的路口 路口前边用铁丝网拦着 那个铁丝网 有横 没竖 嘻嘻啦啦的 所以呢 大俊就真真切切的看见 有一个人 直将将的站在铁丝网的后头 穿着作业服 戴着安全帽 这个表情 冒眼眼看不清楚 但是 动作 可是一刻都没停 就看见他呀 一条胳膊朝起扬着 正在 慢慢的 一起一落 朝大俊 一下下的招手呢 大俊就看着那个人 也不知道啊 是看了多长时间 脑子都是锁死的 直到大俊听见 就 这个声音呢 带着井下的 嗡劲 同时刺人耳朵 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 大俊 反应过来啊 这个是井下的广播响了 但是广播里后头说的是什么 大俊一丁点都没听见 整个人都懵了 这脑子里就一件事 再接着扭个头来 看见铁丝网的后头 这个时候 大俊就觉得 有一只手拽的 同时呢 走啊 别愣着 广播通知了 咱们得赶紧升警 大俊 这才反应过来 是龙哥他们这个过来了 龙哥那边告诉手下 赶紧的往外走 再转过来 跟大俊说 别紧张 老矿井了 这个瓦斯超标呢 总有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预防万一 咱们得赶紧上去 走 大俊 嗯 答应着 目张张的抬腿 往外 走了几步 站下 回过头看 龙哥在大俊的后头 哎 你怎么了 看什么呢 大俊就看见了 那个支路的入口 铁丝往后头 没有人 这个时候大俊就回忆 因为刚才的那段时间 眼睛看见了脑子里是乱的 现在是好歹身边有人了 大俊就壮着胆 在脑子里头梳理自己刚才看见的那些东西 这一书里啊 大俊颤巍巍的扶住龙哥 人都站不住了 怎么呢 想起来了 那个人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就在刚才大喇叭 大家注意大俊 吓一跳 下意识的顺着喇叭的方向看了一眼 然后很短的一个瞬间 等他再把头转回来 就看见铁丝网的后头 已经没有人了 而且这个时候大俊还想起一件事了 因为刚才他看见人呢 虽然光线不是太充足 但是时间可不短 所以大俊就想起来 除了看见那个人朝自己招手之外 他还看见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就在那个人的身上 看起来很眨眼 所以自己看的是真正的 回忆到这的时候啊 大俊的这只手就松不开了 死死的抓着龙哥 龙哥你怎么了 瞬他那目光 你看什么呢 大俊 我我刚才 我那个 龙哥 你 你是不是看着东西了 大俊 嗯嗯 什么东西 走走走上去说去吧 那 升警 出来 大俊 这才感觉 好像又回到了人间 等到一五一十的大俊 把这整个的事情经过 跟龙哥说完 龙哥乐了 说你呀 你就不适合下警啊 尤其是像我们的这种老矿 为什么呢 你对这瓦斯太敏感 你这明显的就是瓦斯中毒 眩晕生出幻觉来了 大俊说不可能 我我当时看了真真的 龙哥说 我在警下三十年了 什么工人都感受过 有你这样的啊 稍微的这个警下的环境 有一点变化 或者是待着时间长 热的受不了了 就开始头昏脑胀了 就跟人说 看见这个了 看见那个了 有的说的比你还邪乎 事后想起来自己都笑 大俊说 我这个可不是 我看见那个人朝我招手 那么长的时间呢 有的时间比你还长呢 那 那个呢 我在那个人身上 我睁睁的 我看见的那个 你呀 龙哥说 你就别说了 我用我几十年的经验 我跟你担保 其实你什么都没看见 啊 这个 警下的环境呢 本来就复杂 你呢 就别自己吓唬自己 晚上咱们喝点酒 给你压压惊 明天呢 你该干嘛 还干嘛 说话呢 这就是九天之后了 这九天呢 大俊 反正 龙哥这些人 一直在身边陪着 所以呢 大俊就慢慢的 平复情绪 反正好说再说吧 是在 规定的工期之内 把这项目 给改造完了 赶到 要走的前一天呢 龙哥又请大俊吃饭 说实话了 龙哥说 那天呢 我要不是那么坚决的否定你 剩下的活儿 你就没法干了 你就再也不敢下情了 那现在呢 你要走了 我可以告诉你 那天 你在铁丝网的后边看见的 都是真的 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 因为你在那个人的身上 看见的东西 我去查了 而且 真的查着了 大俊在那个人的身上 看见的是什么呢 那个人穿的 井下作业服 右胸口上的一串数字 衣服的编号 在井下呢 是一个编号 对应一个人 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那虽然当时 光线不是那么亮 但是 那个编号 映着反光条 在大军的视线里 定了那么长的时间 所以编号上的 每一个数字 大军都记得清清楚楚 在这呢 咱们就挑着说 啊 那个编号 开头 开头的两个数字 是 零三 最后的两个数字 是 零八 那 话往回说 那天 升警出来 等到大军 把事情的整个经过 都跟龙哥讲完 又把作业服上的那串数字 告诉了龙哥 龙哥呢 就赶紧偷偷的回去查 真的 就查出来了 那件作业服的主人 龙哥对大军说呀 我不知道你当时 是不是仔细的 往那个人的脑袋底上看了 如果仔细看 你应该就会发现 那个人戴的是一顶白色的帽子 因为在我们矿 白色的安全帽 是负责安全检查的人戴的 而我查到的那个人 就是以前公司派下来 检查警下情况的安全小组里的一个人 那个人在下了警之后啊 就再也没出来 他已经在警下走丢好多年了 谢谢大军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一段经历 那各位 大军在铁丝网后面看见的那个朝他招手的人 到底是在挥别昨天 还是在召唤未来 或者只是想讲述一段不安的故事呢 在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努力拼搏的人 这其中就包括在我们即便是坐在空调或者是暖气房里的时候 也不大容易想起他们的人 而他们正是在大地之下为我们带来这一切的人 同时呢他们也是用青春健康甚至是生命搏明天的人 他们值得我们尊敬 我们祈祷他们平安 好了各位 在任何您亲身经历或亲耳聆听的离奇诡异事件 难以解释的事件 不可思议的事件 真实可怕的事件 欢迎您在谢麦拉雅私信给我 并随心附上年龄 性别职业和所在城市 分享全球振有的诡异经理 张震鬼谈 下一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Click rotation si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